我们曾经focus过电子烟在全球铺天盖地的多元化的行销 比起传统的烟品毫不逊色 而电子烟大量进入了南韩校园 很多网路的影音开始流行 酒类喝波 在南韩甚至国中师生之间就很受欢迎 导致南韩的少年青少年接触烟酒的比例突然暴增 也引发南韩教育部高关注 另外一个调查还显示 南韩的国中生高中生四分之一都有忧郁症 创下了九年的新高 南韩的青生率多年来都是OECD国家的排名第一 让南韩政府必须要严拟防治对策 除了提高国民的精神渐渐的频率 提供医疗补助资商 同时南韩政府计划在各地区设置生命村 强化生命教育 打开南韩二手拍网站 琳琅满目的中古商品 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抛售电子烟的讯息 底下动辄超过100则留言 明明是网拍违禁品 却用暗语或是谐音成功躲避审查 南韩国高中生新烟率2022年飙升到5.4% 旧失败电子烟饭烂所思 加上网路酒类喝播有如雨后春笋 影响着青少年的价值观 南韩社群网路近期还兴起 专门帮未成年者代买为竞品的不法代购业者 青少年有心想要接触烟酒并非难事 根据南韩集管厅统计 2022年南韩国高中生男学生饮酒率来到15% 女学生也提高到10.9% 且平均一次喝5杯及3杯以上烧酒的学生数量 都有所增加 偏差的饮食习惯同样让人担忧 吃早餐的南韩青少年平均只有4成 一周吃3次以上素食者却逼近3成 天天保持吃水果习惯者不到2成 这也让南韩国高中生整体过重肥胖率飙破三成 比新冠爆发之前多上5个百分点 南韩教育部高度关注 除此之外 由于少年少女的增加 也衍生出南韩社会问题 首尔江南区10多岁女学生 16号在社群直播过程中身亡 震惊南韩社会 因为同一栋大楼 前阵子才刚刚发生过类似骚乱 南韩青少年10大死因 亲生连续10年保持第一 原因和升学压力 校园霸凌与家庭环境等因素有关 南韩统计厅最新调查就显示 平均每4名国高中生就有1人有忧郁倾向 创下9年来新高 2021年每10万南韩人中就有26人情神身亡 疫情 经济变化将南韩青生率推向高峰 在OECD国家当中蝉联第一 南韩政府眼拟最快在2025年 要将20到79岁国民精神渐渐频率 从每10年缩短至每2年实施 及早发现疾病或是相关因子 也能及早预防 针对曾经试图亲生者 南韩政府也计划提供医疗补贴 安排线上和实体资商双管齐下 还要在全韩17个世道 设置尊重生命安全村 强化生命教育 同时与专门机构配合 加强监管学生与英法族等高风险群 南韩政府的目标是要在5年之内 将轻生率降低30% 力图摆脱地域朝鲜的称号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